Hello 大家好 終於來到第十期啦 我們今天 第十期就是一個頗特別的數字 不過呢 如果你說要介紹的話 我覺得有點尷尬的 因為我經常覺得好像還沒做好 但有差不多做好的感覺 但都不理得那麼多 因為我已經決定今天要介紹第十期 盡快完成所有的介紹 就全力去研究開伺服器的東西 好 今集我想回到最初 山田之城的風格 因為之前我收到一個建議 就說山田之城現在好像 一個地產廣告 一直在介紹樓宇 而最初 山田之城的目的是 記錄自己生活的片段 所以今集我會提一些 更加多第十期的背景 不過呢 第十期有多大呢 大家看到地面有白色的黏土塊 對啦 就是第十期啦 不過呢 除了紅鴉酒店這一邊呢 是第十一期來的那裡 好 那到底第十期跟山田有什麼關係呢 就是呢 大部分的建築物呢 都圍繞著一個 我以前很喜歡的遊戲 以前一個超沉迷的遊戲 就是 模擬市民三啦 那第十期呢 就是基於 模擬市民三裡面呢 那個橋廣市 興建的啦 當然有點不同啦 不過大概是這樣的 好 那我們現在就開始看這個地產廣告了 第十期第一個建築物 神奇得不得了 這個 雖然呢 他們首過落成建築物 但是看一下 裡面是空的 呃 責任呢 就爛立民心那裡 因為呢 最初呢 他跟我說想要一個辦公室 那這個大廈呢 室內設計呢 就交給他處理啦 阿傑哥做不夠十分鐘呢 他就說他吃飯喔 從此以後 他就沒有再回來做這個辦公室了 所以呢 這裡寫於民心的錯 非常好 不過呢 那個大堂呢 就 又菲林完成了 那又有大廈的辦事處啦 有一個好迷幻的洗手間 這裡 哇 有一大堆的壞牆上面那裡 有些菲林的對 這樣 非常好 好 那大廈和大廈之間呢 就有一些小裝飾的 不過這些都不是重點來的 這些 我們就 走馬看花啦 這些 好 這一棟東西呢 就是一個酒店來的 嗯 雖然呢 是酒店 但遊戲裡面呢 其實是一個住宅來的 不過呢 經過這個山田化之後呢 就變成一個 和我背景有關的酒店啦 那首先呢 那底層那裡呢 有 自助餐啦 我很喜歡吃自助餐和放題的 因為 當然呢 我不是經常吃的 因為呢 始終價錢不貴啦 而且呢 經常吃泰飽不是一件好事來的 不過呢 大家要注意 吃自助餐呢 千萬不要吃太便宜的那些 好久以前 我試過有一次呢 吃一個 38元的酒店中秋自助餐 結果 哇 一進去 粥粉 麵飯 還有月餅的放題 沒錯 是月餅放題 我現在想起來也想吐 啊 旁邊這裡呢 就是按摩院了 按摩是我另一個很喜歡的活動來的 當然呢 不是敢觀按摩那些 我是正人君子來的 那大堂這裡呢 就做這些 哇 腳底按摩的 而呢 這些房子呢 就是做全新的按摩的 那 我是喜歡做中式按摩的 不過 我試過泰飾 但覺得 沒有中式那麼好 就 好了 我們看看酒店的房子 啊 酒店的房子呢 分很多種類的 普通房子 豪華房子 經濟房子 那樣 那普通房子呢 就分了A和B 分別是不同人的設計 那這個呢 就是我的設計來的 那這個呢 就是 菲林的設計來的 然後呢 有兩個門 那些呢 就是豪華房子 空間大一點 而且呢 就有更加多的設施 不過呢 最搞笑呢 也是 經濟房子 我們來看看經濟房子 我們來看看經濟房子 SURPRISE 那 有一個詞語呢 就叫做 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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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 上面呢 就還有一個 總統套房子 有一個超大的客廳 這裡 甚至連桑拿房也有 這裡 旁邊呢 就是睡房 啊 這裡有一個特別設計的衣櫃 你看 好 好 我們就 上天台了 那如果你有玩過沒有儀式分三的橋廣的話呢 好多大廈的天台呢 都是那些夜生活來的 其實是 嗯 那這裡呢 就有泳池啦 有 按摩池啦 其實呢 我覺得呢 按摩池呢 根本就沒有按摩的感覺 當然有跳舞池啦 電池啦 肚瓷啦 呃 一個人呢 有一個肚瓷 電池就有兩極 那 一加二就等於三啦 那HALFLYFE 就這樣確認了 又是一個HALFLYFE笑話 我幾喜歡這些笑話的 啊 嗯 這裡有個酒吧在這裡 啊 酒吧是說笑話的 用來 沒錯 哈哈哈哈 好 嗯 再旁邊的大廈呢 就是住宅來的 第十期呢 有很多住宅的 因為我發現呢 之前呢 住宅和商業大陸的比例呢 有點不太正確 那呢 就 嗯 如果呢 你有玩過無儀城市就知道了 這樣的情況呢 會造成勞工短缺的 這裡有一個很普通的住宅啦 很普通的房子啦 都 沒什麼特別的這裡 啊 不過呢 特別是在這個頂層那裡 因為這個頂層呢 是 會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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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會鎖的設施呢 就有 桌上遊戲啦 休憩空間 而下一層呢 就是 是 呃 閱讀室啦 還有健身室啦 兩個 好 我們放到外面了 啊 對 外面這裡呢 有 整個馬在這裡 因為呢 第十期呢 在興旗之前呢 草地上呢 就有很多隻馬 那我就 嗯 將牠們帶來這裡啦 我對牠們好好的 我沒有殺殺牠們 來 問問牠們了 嘩嘩嘩嘩嘩 剎 沙鐵是個好人來的 看看連那些馬都說是好人 看來說起馬呢 這裡有一個動物園的 呃 不過今集好像 都 差不多十分鐘有點長 或者下次再介紹啦 我們 今集看下這個地鐵站 呃 地鐵站的設計呢 比之前更加大 設計上面呢 其實也有點像王國的樣子 左右是商店 中間是入閘的大堂 下面是地鐵 第十期的介紹下回繼續 下次也會繼續介紹第十期 因為第十期的面積比較大 就好像第七期一樣分成兩至三閘 我們下一集再見 Bye Bye